歡迎收看 歡迎收看 麻辣同學會 歡迎收看 派老師下次帶新朋友來 先通知一下大家好不好 不要隨便把自己緋聞女友 你又帶到現場來 很下臉 請問這個 這個我希望也很眼熟 誰帶來的 來… 來什麼 你又來了 你又來了 那妹妹都是我安排的 是你爺爺爺爺爺爺 坐著 站在五哥旁邊 你是誰 你是誰 對 對 還是我來介紹 麻煩借過一下 這位同學是這樣子的 因為這個單位呢 怕大家覺得 只看我一朵斑花 會說什麼 斑花 你可以先問他怎麼搬 五哥他怎麼搬 對 對啊 哈囉 大家好 我叫宜嘉 哈囉 大家好 宜嘉儀式 謝謝… 要說謝謝兩朵斑花 一朵而已 不錯 每集我們都有新同學來 好棒 帶給大家新的感受 而且我們這個 長期的坐下來 我們可以造就很多很多的名字巨星 沒錯 他們在我們的舞台上發光發熱 對我們來講也是功德意見 對 沒錯 大概功德意見 而且就我所知 我們台灣有很多特產 長壽劇就是我們特產 對 長壽劇 對不對 你知道長壽劇 最常有做過幾集的 做過幾集 我以前印象多 幾百集就算了不起了 幾百集其實是小Case 最常有到兩千多集 什麼 兩千 兩千多集 你不習慣我大聲 不是… 他們是都習慣 什麼 五百一千多集 嚇不嚇人 你做過製作人 你做過幾集的 最多我好像做過三年吧 三年都有快樂節目 一年它都五十幾嘛 其實三年也不過它一百五十幾啊 對啊 看一個細節做到兩千多集 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趕快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叫什麼名字 李嘉 我跟你講 進入這一行呢 必須一定要學會一門特殊才藝 就是要會進VCR 你說讓我們來看 請假賣價購的VCR 來 你講看看 讓我們來看請假賣價購的VCR 經濟佛計較 除了讓劇組有穩定收入之外 劇中沒有偶像明星 權力鬥爭 握灑狗血的橋段 照樣成為收視前十名的班底 其中結合農特產推廣 與政令宣導 更是作為社會公期的一大創舉 連政治人物也加入演出 影響力之大 可見一斑 太好了 現在讓我們歡迎請假賣可以搞的 四位嘉賓王仲平 好 好 謝謝 藍燕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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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 蘇利大哥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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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莉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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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年輕 謝謝 謝謝 歡迎四位來到我們麻辣團結會 真的看到他們四個在榮幸 感覺那個往日的回憶都湧上心頭 對 又出現 對啊 剛才還跟潘老師在討論 那個剛才看到VCR 對 王仲平那時候穿著超正 那個年代可以把褲子 穿這麼高的不多 對 胸部下面就是皮帶 我覺得很正 這種時尚的表現就對了 我那時候差不多27腰 但是因為都我們母親的關係 我現在變34腰 34腰是72腰 因為那時候我們在拍戲的時候 我們母親她大概每次就是會 煮雞酒 油飯帶去現場 然後大家吃不完都我在搶 你搶… 那時候研究胖還在怪父母 這才叫靠腰 對… 這哪 要先讓觀眾回味一下 用當時劇中人的身分 跟大家打招呼 長輩開始… 長輩就是子女的 年紀長輩 嗨 大家好 我是潘莉莉 在請吃麥價格裡面 我愛的是 有你滿足 沒有你就不會滿足 有你滿足 沒有你就不會滿足 對啊 但不太性感 用台語來講就是說很困 你還知道 李羅哥… 李羅哥… 要拚喔 大家好 我母親和我照片 我阿翔 我最高台我國際美容美髮 那時候我最高市長跟便當館 一台市長 你最熱騷人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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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說一次嗎 比較慢 OK喔 不要一點… 好 大家好 你好 我孟靜雄 我醜貝雄 我阿翔 我水溝台湾 我國際美容美髮連鎖機構 當事長跟便當館市台市 你們最熱騷人 我本來 講得好累 他熟到半夜做夢都會唸 你信不信陳德烈 完全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他不知道啦 陳德烈應該知道吧 陳德烈知道大家好啦 知道大家好 這齣戲總共從開演到結束 大概多長時間 2248集 7年多吧 所以你7年多 一直在增加這個名稱什麼的嗎 對… 可是每個月份一間 就多一個頭銜 他今天又落掉 他還有說一個 對… 因為實在是 怎麼講 就跟愛心絕羅一樣 那個太長了 那個… 那個是什麼啦 你自己刺的對不對 只能把有一些拿掉 這樣精采就好 講不完 小燕姐 小燕姐 要比羅哥還長喔 對… 不… 我男人喔 沒有比較高雄大 大家好 我在請假媽媽 是人體國的小伯伯 叫我體育 我是紅帝 妳好 謝謝 紅帝… 紅帝這個角色 當時算是台灣好媳婦的代表 對… 是 大家都說當媳婦 一定要當成像紅帝這樣 對 因為他嫁給卓哥嘛 所以叫 對 黃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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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帝是這樣來的 黃帝 來 董明哥 董明哥 那個… 別人是招酒王 一人喝一人 不是那個啦 那個都還沒有開口賣 別人是招酒王 我是玩酒招 老公 妳要不要喝 這是狂動 這不是他的劇情 老公… 不好意思 你們啦 來 別人是 我們很精 對 還沒吃啊 阿嬤 我 我就是讓阿嬤 吃阿嬤 吃阿嬤 可以講我的吃嗎 對啊 老實講 鍾平以前演那個天壯 我看得好氣… 我覺得他是 他是等於在 踐踏男人的尊嚴 因為他在裡面就是 沒有老嬤 用英文來講就是 沒用的男人 自己就很有用嘛 他被老婆吃得死死的 沒有啦 親戚不計較 兩千多集 每天幾乎等於是每天見面 我們大家都演員 老實講 一定跟家人相處時間比較少 跟同組的演員相處時間比較多 我的部分是比較嚴重 如果那時候小孩沒有 小孩子生了沒有 還沒啦 剛開始還沒有 那時候還沒有 我到後面才娶老婆 你那時候是未婚 對 未婚… 所以每天快樂的 然後什麼時候 什麼意思 現在不快樂嗎 不是 我一直說每天就是 那時候我又嘎其他的八點頭 對 那所以我 這每天就是我頭套拔了 然後就拍這邊 然後這邊拍完就拍那邊 那意思是說 因為你嘎八點頭 所以成就了請假賣可以搞 把別的八點頭都脫掛了對不對 不是 不是這樣 主要恐怖的是 我幾乎都沒回家 都在棚內 然後有一天我真的回家 開車到我回家 我找不到我家巷子口 已經遺忘了嗎 沒有 不是 店都改了 這麼嚴重 有的店倒了 有的店又新的 我到那巷口會懷疑 不知道那種感覺是很恐怖 羅哥回家的時候 他媽媽打開門 你是誰 就翻起來了 如果真的長情沒有回家 會這樣子 像你們剛剛說 我們會回到家 也會不習慣怎麼樣 我們都還好 觀眾就不一定了 像我出去 跟我老公常常會出現應酬什麼 然後我就會介紹 這是我老公什麼 他們說 你好白講 你們是卓勝利 不是啦 我老公去馬上會解釋說 我就說 這樣子 就只能這樣講 因為他太入戲 那觀眾真的太入戲 每天看都很入戲 但是羅哥 確實是因為拍了這部戲以後 才追到老婆的 我們在化妝間上面有一個店 電視 後來有一陣子不知不覺 怎麼這幾個月 每次看的都是購物台 沒有在買東西 我去叫她轉 她說 她說 算了 你不要轉 我要看在台上 幹嘛 你要買什麼 買什麼 看了就趕快給她 電話寫下來就好了 她不是... 這個完了之後再讓你看 我說幹嘛一直這樣子 到女生的那個心裡比較密一點 就會說 八成是在追裡面的女孩子 真的是追了一個模特兒 對 是誰 購物台裡面的模特兒 購物台裡面一個模特兒 就她現在老婆叫 就是... 嘉姐 對 我是先經過購物台那邊的 不要解發 的工作人員 然後確定她是個很好的女孩子 我說 我看她們的頒表 她怎麼說 看她們的頒表 連頒表都弄得到 因為他們是Live的 妳們還有時間 她還要叫人家燈光師 放她的那個女朋友弄蘋果光 你看她 對 那所以上上下下都打電話 還沒追到模特兒就已經先生進去了 我是 我是那麼下流人嗎 是 但是自己也很賢 因為我還在親戚不計較的時候 我們在排戲的時候 就聽了她說 說超過三遍以上 她說她在夢境中看過 她老婆多漂亮多漂亮 她女兒多漂亮多漂亮 後來她結婚之後 尤其又生了那個女兒之後 我們就 我才驚覺說真的 不是 我看得到未來 就是其實你有 就是所謂的預知夢 對… 預知夢就是你可以夢想 以後事情但是不確定是幾年 幾月幾日 不知道什麼時候 然後你可以感覺到那個影子 那個形象就是你現在的太太 對不對 我看得很清楚 這個話我也跟我太太也講過 對… 我太太也相信 大家都有不同的經驗 小五哥 小五哥剛剛咄咄逼人 我今天就問李羅大哥 那您當初那個嫂子 還在業務部門的時候 您怎麼下訂的啊 沒有 別人都是召集我的部門 其實喔…下一流的故事 不 其實我風流的故事 是講不完的 我們必須逐一的講好不好 但是我們先看一下我們的VCR 這樣依照主戰 我大概都會看到三次左右 左六歲是媽媽 每天在想她玩的時候 就是討論那個句子 給我爸爸看的 我覺得劇中的每個演員 都很棒 演得很真實 李羅大哥 她的那種角色非常的搞笑 我覺得這部戲很有倫理 很有家庭的觀念 所以我希望她能夠再繼續下去 或者是有更好的作品 給我們大家的愛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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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那個中平眼光泛紅 對啊 勾起了我那個被霸凌的回憶 真的 這兩千多集的戲不簡單 這兩千多集每天相處 這種恩怨情誠愛恨糾葛其實很難 整整拍都七年多 七年 七年你知道我都不知道怎麼過來的 因為那個七年 真的我都被李羅欺負了 說欺負就嚴重了 我在磨他的演技 你知道嗎 演員就要隨時要進入狀況 你都怎麼磨他 對 你都怎麼磨他 你可以磨磨我們大家好不好 這很簡單 演員一定要有應變的狀態 不管你的心 外面的場景是什麼 對 你隨時要出去之前 你當然是熨練好 可是突然間路發生什麼事情 你這一秒還是要踏出去 還是要再演 因為你不能預料 你還是得盡你的本分 對不對 重點就是戲要演好 所以 比如說 就是王中福建哥 王中福建哥 明天在現場救了他 好啦 其實我覺得 那時候我真的 我最怕的就是補鏡頭 因為有時候要補鏡頭 演一演之後不鏡頭的時候 然後呢 那個比如說我們要向著這邊 做表情 做很感動 很感動的表情 這時候一定要專注嗎 要很專注 然後有時候要眼眶泛淚 補鏡頭就跑到對面去 然後他會演那個蝦子 蝦子那個 蝦子怎麼演你 蝦子 蝦子 蝦啊 蝦啊 你來演一下 蝦子怎麼演 蝦子我還不會演 不要演 沒關係 蝦子 攝影機就在這 中評從那邊看過來 他一定要看到我 對 他不能不看到我 而且他還會調整 先他五四三 他已經準備好的時候 沒有 我就會靠過去 表忠明一定會 一定會看到我講 那我就開始囉 5 4 3 2 對 蝦子是彈的 被你都沒搞 他已經笑出來的啊 他就在那邊 他明明也很感動 不是 感覺像震風 你知道嗎 我覺得蝦子 這個磨演技的方式 蠻特別的 蝦子 你當年不是也是這樣弄我們的嗎 我的觸發點 其實跟李羅 李大哥 是不太一樣 你只是比較氣態 不是 李羅 李大哥 比較喜歡磨 像王仲平這種 心境男演員 像我是都磨 都磨 我是都磨 你不是也會整陳德烈嗎 跟你講一下 小五哥厲害了 他比如說我們 把你被霸凌的故事講出來 對詞他說 我跟你講 隨便 今天報紙講什麼 可是我們要聽的是 他講的台詞 但是他不會講台詞 他說 我會講 今天新聞我告訴你 1 2 3 4 5 6 7 7 6 3 2 1 怎麼樣 看什麼 有什麼好看的 笑啊 笑 他就會這個樣子 那如果是 這是群戲 如果是個人的話他會這樣 嚇你了 比較 如果說對戲的話 我們都會對跳 對不對 譬如說 德烈 你是一個好學生 是 老師希望你能夠 好好的用功的上你的數學課 千萬不要 對 只在靠近 千萬不要 上那個時候 你就對 知道嗎 知道了 老師 我 很好 乖乖的上課 然後有時候會偷摸 也會偷摸一下 照片看了感覺上 我剛剛看到莉莉姐 也是感觸兩多 那照片你們很多 自己都沒看過 有幾張是我們自己 我自己帶來的 那有幾張是 就是各自帶 但有時候我們保留部分 其實大部分 我所保留的 都是他比較搞笑的相片 但是這樣子看起來會覺得 就是 那個當下 其實覺得大家就是很 很像一家人了 就是才剛開始演出 就很像一家人了 所以現在回憶起來會滿感動 戲裡面那個莉莉姐跟羅哥 是夫妻嗎 夫妻 對 一般這種夫妻演久都會有感情 可是我們還是像姐弟一樣 沒辦法有那種特別感情 妳能不能經典 重現妳八頭的樣子 來 沒有 他不說 他沒事 阿朗 好 來... 有一場戲就是我 我已經 他很重要事情找我 要我解釋清楚 我要趕著回家 可是我又尿急 那有一場變成 兩場戲 這好難演 聽到 你去幫我解釋什麼 沒有 等一下 不要這樣 你現在跟我講話 不是啦 但是要怎麼解釋 一段時間就好 不要哭而已 你不跟我講話 絕對賣給你開 不要哭 你哭啦 什麼事 不是 不是 可惜 他都沒有 很厲害 這時候就陰損下來 脫吧 事情已經處理好了 這個就是演技派 對 一下子就可以呈現出來 對啊 而且那個八頭 八刀 力刀剛剛好對不對 這個應該是 要有很大的聲音 他剛剛那八不會痛 雙雙子 你看 雙雙子 雙雙子 我要死 你還趴那麼用力 你一次一次就散 他真的認真嗎 演技專家李羅 教王中平痛的領悟 那我在後面 我要開始 醞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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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3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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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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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麼用力 你一次一次就散 我不是認真嗎 有認真嗎 像我就不會演戲 不會演戲的人就會變這樣 就是來真的 這一次就散 你一次一次就散 等一下這邊就紅了 不是 現在已經紅了 我不能有這個機會 這樣你這樣巴一下 我後面怎麼演 我是要呼善 羅哥他們有多會演戲 對啊 像我不會演戲的下場就直接 頭髮真的亂了 亂對不對 你也幫你來試看看 奇怪 我就... 沒有... 你叫我兩張 羅哥叫兩張吧 叫來都不一腳那種 這樣沒關係 羅哥你叫他刷卡那一招 OK 我刷卡 我覺得你刷卡那一招 應該是可以留一個 刷卡 刷卡要不要好好聊一聊 為什麼會有刷卡 為什麼會有刷卡 來... 那就問他中平了 我演我老公的 昨天他突然中風了 那我很緊張 要趕快打電話 通知我兒子 我就趕快打電話給他 就是說 喂 天上 快點... 你把我轉往倒下去 我們這邊是布局 你快點... 好 快點 讓我閃開一點 好 中平哥出 那我在後面 我要開始醞釀 很緊張的心情 醞釀 然後進去拔拔中風 不是 3 2 這怎麼會 你怎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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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進來還要繼續演 進來繼續演 進來繼續演 進來 你怎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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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當下就N7 我就開始罵 你媽做工的 你還那麼高興 他想... 他笑得笑不停 但是你剛剛不是只有摔牌 這麼簡單 那也就是偷逃了耶 不是 你說 那也就聽得到 跟紫荷丸是有關係的囉 而且你滿用力的喔 對 你那是說 那是好球 還好你這是電視作業 你這個如果是舞台劇 就完蛋了 我跟你講 可是 在這種情形之下 你看他演技可以 以後後面的收放制度 可以拿捏多好 對... 你看龍哥 有人會這樣對你嗎 你都是這樣 誰敢 應該沒有人敢對你 誰敢 有啊 有一個人這樣最後他 那個草線長那麼高了 就這樣 陳德烈 你現在可以試看 你可以殺你 你必須要成長 郭哥也是年輕人 做你... 做你不敢做的事情 要跟我長大 你不敢做的事情 你不是要刷嗎 你不是要刷嗎 你不是刷 報仇一下 來... 羅哥 你演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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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他演一下 羅哥 小燕姐 麻煩你一下 我也不太會演戲 那我就來真的 5 4 3 2 快點啦... 快點啦... 你演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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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要玩... 我也要玩一下 我也要玩... 你演成長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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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平第一次碰到 八點檔巨星一哥的折腕 真的嗎 你知道嗎 兩千多集 這樣開心好開心喔 對啊 可是我好玩 可是我真的搞不懂每天去弄 我們這集戲兩千多集 不但開心 而且也做很多功德 是... 你看我剛剛如果說有照片上有 我不是拿一串香蕉嗎 是... 就剛好那種香蕉自銷 那時候 對 那我們看到這種新聞 我們就馬上 我們在劇中 我們就安排 我們就是在賣香蕉 去把香蕉多棒 都怎麼樣... 這樣子就... 幫助膠農 對...我們很多種 他們這個... 這部戲老實講 是真的對社會貢獻很大 我記得有一年那個 巴掌膝事件 對... 那不是全國都很悲痛嗎 他們竟然有辦法在下午的新聞 晚上他們都演出來了 對 所以這個機動性很小 所以說我覺得特產 長壽電視劇就是有這種 這種機動性 讓大家看了就覺得 好像生活當中 你們一定有很多粉絲 就走在路上的時候 太入戲了 就直接跟你請土苦水 有沒有遇過瘋狂的粉絲 聊一下 很多啊 我們下去 我們每年一定都要去各地作秀 過年的時候 對 我們只要一去 有的那個集是八十幾歲的阿嬤 還可以上來 還跳上來 八十幾歲 我就怕他怎麼樣 抽皮筋 阿嬤 阿嬤還看他抽皮筋 還是他有看到內褲 對 抽皮 他會常常抽皮筋 就跟著劇中的人喊抽皮筋 我還真怕他比跌倒 那小蘭姐呢 我那個粉絲就 這個... 妳粉絲姓馬嘛 對不對 我知道 妳粉絲姓馬對不對 這個不是一輩子的 這邊夾個包包 戴個太陽眼鏡 而且... 而且現在人隔壁來啊 不是暗粉絲拍過 那個粉絲跟到攝影棚現場來 真的 對啊 粉絲你要小心 你粉絲在那裡 粉絲在那邊 好粉喔 真的 真的 粉不粉 鐵粉絲... 就是有一次我跟我老公去做秀 做完之後就中午都還沒吃 已經1點半了 好餓喔 我就拚命老公去開車 再找一個便當店 想要買個便當 在車上吃一吃這樣子 就找到一個便當店 結果不知道那個便當店 就是超粉絲的你知道嗎 他是怎樣 他常常在跟他老婆 就是小小念 所以你說 我跟妳說 妳如果當老公一半 我就要去房子給妳 這樣 好酷喔 他那時候大家都不會叫我佩晓蘭 都會叫我老公或是洪小姐 這樣子 變成姓洪這樣子 然後剛好我去買便當 我去買便當 他看到我就說 妳不要走 我老公在這附近而已 五分鐘 拜託妳 拜託妳 他這半年來都一直叫我要學妳 如果學到妳一半要給我一棟房子 現在妳來這裡就是緣分 我一定叫我老公回來 我一定有房子這樣子 為了這樣子 我又說 我肚子好餓 可是他說 他說等他回來 要請我吃便當 可是我說不用 我買了 我想要吃 真的還是等 等了大概十幾分鐘 真的有回來喔 有 回來了 聽到夢中情人一定奔壞 房子其實我也是買給他 我不是買給我 我買給他老婆 結果他回來就很感謝說 你這樣子 你知道這個電視 對人家的教育有多重要 是 你做的一切 我就叫我老婆 要跟著這樣做 他只要你的一半 我就是給他買房子 今天你就有幸 來在我們的便當店 買便當這樣 表示說我這個老婆 已經有做到那裡 我不曉得她的邏輯 邏輯是怎樣 他說謝謝妳…這樣子 莉莉姐應該就沒有這種待遇了吧 這裡面也是一個先妻良母 只是因為老公比較耍性的關係 所以老婆就… 就要比較健康 要照顧得住 所以很多出去的媽媽小姐們 看到我就說 你厲害 好 那個老公這麼耍性 那無關就好 甜蜜蜜蜜蜜 甜蜜蜜就怎樣 所以大家都不厲害 他們都覺得其實羅哥 就是妳先生對不對 對 就是該… 覺得他一輩子都幫我插遍 對 一定要這樣子 沒我他就完蛋了 那種感覺 大家都入戲太深 對 那中民歌咧 中民歌不是 中民歌還好 中民歌他就是男人的尊嚴 被他踐踏在 對啊 他就是想要想 不會有人想要打你或是 應該很多人 有一次我就是去表演 我們去唱歌 唱完之後我就去後台 結果有人就衝到後台來 他就問我說 你媽媽你不會演 你絕對要演 我跟他說 那電視 電視那要這麼緊張 沒有跟你說 我是說日本人的媽媽 對 其實日本人的媽媽差不多這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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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實鐵粉全開巧遇 王仲平形象大不盤 又被他飲料或什麼 然後一直寫信給他 又是一個鐵粉 是因為那個… 那個朋友呢 因為那個就是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那個都過去了 對 對 對 他就跟我講說 你媽媽你絕對 要把它壓下去 如果我幫你壓 你現在回家的時候 你將你的蟋子 放在那裡的蟋子 天空 然後我說 我們那個是演戲的 他就每次去放在他的鞋子上面 這樣子 就是這樣 可是也沒用 對 你知道 那個民眾當真了 對 他們那個是戲嘛 他還教他怎麼樣把老婆 那個 做法這樣子 你們三個已婚的 不要聽著這樣點頭 然後回去真的這樣做 沒有 我們的 我們是放衣服放在他身上 等於你怎麼這麼迷信 誰會像王仲平那麼蠢 對嘛 仲平 仲平那時候多受歡迎 不管走到哪裡 作秀 然後一定有忠實粉絲 大年初一就已經 我猜他除夕也可能就下去了 大年初一就一定在舞台正中央 同一個人 就是一直發到王仲平對不對 每個人都拿到鞋子對不對 我們一天不會只有一場 一天可能那個 那個遊樂園圈 也許可能要三場 三場都在那裡 男的 女的 女的 強壯 女的長得像男的就是 然後 都準備好飲料什麼的 然後一直寫信給他 又是一個甜粉 甜粉 反正 我們都很習慣了 反正走路就看到他說 周平 您其他來 我們都習慣了 那個我有看過 有 對 他是永遠站在舞台中央那個 全省都是這一個人一直跟嗎 全省 他全省都跟 周平哥那個時候 以前就是歌手了嘛 對不對 所以他有相關的一些粉絲 也是因為那個... 那個朋友呢 應該就是 怎麼了 怎麼講 周平哥你是我們圈內好男人的代表 你怎麼... 那個都過去了 對 沒有... 那個都過去了 不是 他後來有在一起 有在一起 不要跟人家講... 你自己講... 沒有啦 因為那個就是 從我們以前出道 就是很支持我們 所以像家人 像我自己的妹妹一樣 我也支持你 人家對我們很真心的 所以我們不管怎麼 我們就覺得是 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有時候我們唱歌把它唱好 戲努力演 就是希望能夠達到 他們心目中的那種想像安排 對... 對... 而且同時這部戲 我覺得對他們每個演員 都有不同的意義在 當時壓力也大 對啊 真的會壓力大 也會擔心收視率 尤其是我知道小蘭姐那時候 還必須靠吃藥物才睡著著覺 為什麼啊 那這到後期 後期的時候真的是 其實我接這個戲的時候 我接這個戲的時候 就是我大概有十年 十年沒有演戲 算是我在付出的第一部戲 所以我壓力很大 當時這個戲又是劇本都是 講話要聽都是 當天的 現場來的 現場來的 對... 演我老公的那個卓大哥 他... 他是雖然是一個諧星 可是 他... 他就是做人比較嚴肅 譬如說 我們平常私底下會開玩笑 然後會講笑話 他不會 他平常不會跟你講話 對 可是你要跟他演夫妻 就是因為私底下你們如果熟 這還好演 還好演 對啊 等一下大概會怎樣 對 所以我就比較沒有壓力 真的 因為跟他 他那麼搞笑 然後就是 我跟他也不熟 也是第一次合作 可是我們就沒有 沒有那種 就會磨出一個感情感 我們以前比較尷尬的是說 就是跟一些老師輩 不是老師輩 就是他在戲裡面演老師那樣的人 就是他平常私底下 其實很好相處 但是他會找我們去叼牌 那他叼牌如果說他贏錢都很好 要大碗 要吃東西什麼的 那如果他一不小心輸了的話 怎麼了... 現場氣氛就很嚴重了 他不是他人不好 那是排名 我在演藝圈不熟 他在講什麼樣子 對 我跟你講 演藝圈太多 我們稀稀苦苦的 在一個戲裡面 把他慢慢的拉拔出來 雖然不是他的親爹親媽 跟異父謝遜也差不多了 今天有一點小小的成績了 當你整個講 你站那麼前面去講 他出來 就講一下他怪話 劇組家人不計較 陪王中平走過底桃 我生命中一個很重大的危機 就是這些人會給你一個 很溫暖的勇氣這樣子 他們是我的家人 你好想哭 然後你會想說 我真的是很對不起他們 可是我要爭討 我的生命當中有他們 有嗎 有嗎 常常懂 這麼常 演藝圈太多 俠願報復的新人 我們稀稀苦苦的 在一個戲裡面 把他慢慢的拉拔出來 雖然不是他的親爹親媽 跟異父謝遜也差不多 今天有一點小小的成績了 穿著躺胸肉臂的 當你整個講你站那麼前面去講 然後還出來 到底就講那樣怪話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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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要對得起假心會嗎 你承認了嗎 你承認了嗎 沒有 但是在這一點 我就必須要講 演員其實是一個最 最難進入最難出來的一個角色 對不對 我們進入這個角色的時候 我們費盡心機 要進入這個角色 觀眾拼了命 要讓觀眾喜歡你 等到有一天 必定會有取衷人善的時候 對不對 那你這個時候 你又會依依不捨 但是你又得展望未來 你又得去接別的戲 像我那時候在拍麻辣仙斯 在幹嘛 怎麼有人在請鼻涕 沒有 是彈 是彈 麻辣仙斯 即將要結束的那一刻的時候 真的 難怪 那時候心一結束 你人就不見了 老實講 你知道要結束的時候 你心裡面的感受 我跟你講一定會難過 你只要是個有血有肉 有血有淚的演員 你都會捨不得 朝夕相處 對 你看我們那時候才大概 三年 四年 五年 你們七年 七年 那時候結束 我跟你講很難得 我們一部戲 一個本土記可以演到 他 我們還會灌CD 他有主題曲 是 灌CD 然後他還為這個 親戚不計較 去做一個綜藝節目 叫親戚大舞台 有 有沒有 有沒有 我就覺得說 就覺得那種成績 就感覺說 什麼壓力都OK了 沒錯 而且我覺得對中庭的意義更大 怎麼說 因為中庭從一開始 在藍白唱片的時候 那個偶像 歌手 然後後來慢慢就走下坡 對 然後就開始演戲 沒有 那個下坡到已經 真的 沒事… 這個資料是我的優點 但是… 是靠這部戲回春 不要講個辣肉算了 靠這部戲回春的嘛 對不對 其實那時候 面臨了我生命中 一個很重大的危機 那時候就是 遇到很多事情就是說 來 要錢或怎麼樣的事情 但是每次到親家 就是回到自己的家 就是這些人會給你一個 很溫暖的勇氣這樣子 是 然後因為那時候就是覺得 只要有可以賺錢 我就會想要努力去賺 然後就是有一個 有人找我去做一個外景節目 想也不想就是把它接下來 然後又那時候拍戲 又要趕回來 所以就是兩邊跑 兩邊跑 結果因為那外景節目有時候 他的時間拿捏不準 對 然後那次是 根本就是飛機就沒辦法回來 然後我其實急得要死 因為要會 有可能要停棚 大家都在等著 大家都在等著 壓力很大 而且本來是講 比如說講四點要進來 結果四點進不來 然後等到 因為天后的關係那時候飛機 然後一下飛機 其實我是覺得 我心目中我是覺得 這個世界毀滅 然後那個執行製作 就一直打電話 你現在到哪裡了 然後我就說 我們現在已經上高速公路 到哪裡 然後其實我那時候 心裡面最害怕的一件事是 我到現場 然後可能就是大家就收工 然後這樣子 你就是很對不起大家 你想到我一到現場的時候 然後我們的... 我們的家人 就是跟那個攝影師 大家講一講就說 我們都全部人都講好 沒有 沒有 我跟你講 他們就大家就出來 然後就看到我走進去的時候 大家就給我掌聲鼓勵 你知道嗎 給你掌聲 你知道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你知道嗎 你就會覺得 他們是我的家人 你好想哭 然後你會想說 我真的是很對不起他們 可是我要爭討我的生命當中 有他們 常常等 這麼長 這輪步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好嗎 真的是這樣子 我是一個常吐吹的人 常吐吹 但是就是 就是 因為這樣子 然後你知道嗎 本來工作人員 攝影師 或怎麼樣 他們在那邊等會 情緒會不耐煩 可是看到他們這樣子之後 大家就覺得是 好玩的一件事情 這個王中平來給他整一下 然後這樣子 結果那天我是跪著進去 不好意思... 這樣子才化解掉 如果換作在 像你們那種別的劇組 如果有演員遲到 演作 如果他戲的話 你要不要讓他詮釋一下 就如果我們遲到他的臉色 遇到五哥皮血脫下 就往頭K下去 沒有... 他如果砸下來還沒事 他如果跟你講話都算好 對 要幹嘛他會怎樣 他一個眼神 就可以殺死很多人 李羅里大哥 其實演員 尤其是新進的演員 他是超級 他們是費盡心力的去提拔他們 但是到後來你會發現 小五哥 反咬的那一口是被兇 你知道嗎 小五哥 你是這麼辛苦中的小巨人 真的 其實我跟你講 演員本來就不能遲到 但是遲到的時候 怎麼會有我 我們必須讓他知道 對... 好哪...沒有你 李羅里大哥 我跟你講 高五哥 對... 他半張椅子坐那好了 沒事 所以 事到如今 其實戲劇圈還是有霸佈的 他怎麼突然都怕你怕成這樣 真的 對啊 你只看到賊吃肉 你沒有看到賊挨招是不是 不是 剛剛你們演這一齣 我看到那個馬... 怎麼沒有在演 那個馬拉欣同學 你也嚇到要從後門走掉 我可以演一次給你看 我可以演一次給你看 一般都是對手戲嘛 對不對 譬如說我在這邊等 這場戲對手戲 譬如說是杜思梅 可能得利的麻煩在這邊 可是我們兩個在 戲裡面就是我們兩個在等他 等他一個人 然後可能就是已經遲到了 45分鐘了好不好 45分鐘 而且太陽馬上就要下山 在座都知道 日外景 而且還是冬天的日外景 4點20分 差不多了 對不起...不好意思... 我有叫你進來嗎 今天演戲要等我Q再進來 好不好 一開始連Re戲都不會 出去再來一次 你哭什麼 來 5 4 3 2 沒事... 慢慢等 要有耐心 沒跟啊 快到了... 對不起... 五哥對不起 來 多秒 5秒 5 4 3 小媽妳看去哪裡 老師等妳很久了 老師... 妳這樣很顧人怨 看到我都受不了 妳還可以活到今天不容易 你知道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還好是妳夠紅 對不對 誰要瞄妳 你要碰到眼裡是幹嘛 你要是碰到眼裡 你那一咖是李羅大哥你就 你要不要試試看 可以... 羅哥 羅哥... 遲到45分鐘日外景 來...你跟他對起來 李羅大哥他等一下會... 他等一下會這樣子 所以我現在是李羅還是學生 還是什麼 沒有 你就是本人... 但是你遲到這樣子 遲到 遲到的李羅啦 沒錯 日外景 日外景... 沒跟啊 他們好像到了 沒事... 剛他接人已經來說了 演員就是這樣 不好意思... 你不好意思 什麼都已經改夜戲 太早來了你知道嗎 十六點半來放班就可以了 對 他今天已經來說了 演員就是這樣 不好意思... 你不好意思 什麼都已經改夜戲 太早來了你知道嗎 十六點半來放班就可以了 什麼東西東西 你怎麼可以做 他以前就是這樣 他就是這樣 只要是跟老師演戲都這樣 我跟妳講 他通常... 他對余老師都是這個 然後對我們這些學生就是 現在知道我是怎麼活下來的 所以有時候 真的 是我跟妳講 看外表是看不出來的 印象中李羅大哥 在還沒有接親戚 不要介紹之前 你都是走小聲耶 你怎麼會一下子跳到 我有思考過這個問題 其實我想要朝他這條路走 但是因為我天分不像他這麼高 所以我只好繼續演小聲 不是 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說 你看 他一下子可能是跳躍年齡 演一個叔叔 演一個叔叔 但是你們想過 他是他那個同一輩裡面 最年輕 最帥 身材最好的叔叔 真的 我最悶的部分是 我從頭到尾 2248集 我只有前面11集 是年輕人 後面2000 都是阿金了 230歲 你做阿金 全部都是演老頭 所以那時候我本來很悶 有時候我就會吃飯 那我媽 就不然演了不到幾百集 我忘了 然後就吃飯吃飯 我媽有一天跟我講說 那時候我本來想說 真的是不想演 我一直想心 要回去八點 結果吃飯之後 我媽講說阿滴 她說 這個戲你千萬要好好演 我說什麼 那時候心情就 我都已經回不了中原了 你還叫我再帶番外 你知道嗎 然後我說什麼 然後她講說 你看看 現在社會這麼亂 你讓一個人笑得出來 就少一個人做壞事 對 那就是一種 對 我突然間恍然大悟 原來 原來我這個還算是一個小功德 對 從此我就好好的演 把它當成卡通在演 我啦 這個角色 你那裡面很像卡通沒錯 他真的很像卡通人物 真的 那時候我國外的朋友 來看到你的演出 都說這是台灣的金凱瑞 我知道 我相信 而且我相信國外的金凱瑞 還沒有李羅哥 他這種功力在 知道 起碼國外的金凱瑞 頭髮沒有那樣 而且國外金凱瑞也不會刷卡 那他們學不來的 這是開玩笑 不過伯母講的那句話 的確是對的 感動人心 它就是好戲 再次感謝各位來到我們的現場 謝謝 謝謝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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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為什麼 為什麼小蘭要跟我離婚 不行 我是一個女兒子 我不行就這樣屈服 我要在問清楚 為什麼 為什麼 她要跟我離婚 小蘭 你先別哭 請你跟我說 你為什麼 要跟我離婚 我覺得 你根本不在乎這個家 Oh No 我很在乎這個家 你為什麼說我 不在乎這個家 不好意思 請你聲心 對不起 請坐 我以為你會比較喜歡 比較習慣用這種方式 不好意思 請坐 在家裡 對 在家裡面 我們要輕鬆一點 自然一點 不是... 你剛才怎麼說 我不在乎這個家 我是聽不懂 你看看 我們家 有房貸 有車貸 在這台北市生活 是多麼不容易啊 而且你又不會想 黑白開機 黑白買 我哪有黑白買啊 我哪有 哪沒有 這是啥 老婆 我跟你講 這是最新式的健身器材 拿著它 每天這樣鍛煉 有沒有 電視上有個叫潘什麼的 潘什麼若迪的有沒有 他不是每天這樣 有沒有 這樣就可以鍛煉我們的二頭肌了 你知道嗎 我聽你講 你臉打掃家裡都很懶了 還有時間鍛煉二頭肌啊 還有 這一根 這是幹嘛的 啊 幹嘛的 老婆 講話要文雅一點 不要老說幹嘛幹嘛的 你看看這一根喔 你看一下就變那麼長了 然後我們把它舉在我們的面前 一二三 這個叫做自拍神器 很好用的 下次我們出去玩的時候呢 就不用再請路人甲 路人椅遊客幫我們拍照 我們自己夫妻就可以拍照啦 就這一根啊 當然就這一根啦 很好用的 好…算你會說 還有什麼 我還有亂買什麼 我沒有亂買東西啦 還有 沒有 這個 時間都沒有了 你還有時間看DVD 還一次買這麼多 等一下 我的DVD影王 這三片DVD 是我最愛看的 為什麼你知道嗎 為什麼 海爪七號 邦角 賽德克巴勒 因為這三部電影中 有一個我最心愛的人 誰啊 這人就叫做 跟我唸一遍 馬如龍 有點感情再唸一遍 馬如龍 很好 我告訴你 馬如龍就是我的偶像 我就是他的粉絲 我就是因為他 我才去買這三個DVD 所以說不要亂動 這是很重要的 你知道嗎 那這三個DVD是值得買啦 值得收藏 我的意思不是要跟你價格 你不聽說真的不要價格 對不對 對 我需要讓你明白 什麼錢可以開 什麼錢不可以開 這個可以開 有一些就不能開 好的 老婆 從今以後我一定會聽你的話 但是請你答應我有一條件 你不要再跟我提離婚了 好不好 當然好 你以為我喜歡離婚喔 你敢知道 那離婚 離婚喔 協議書也要錢 證人也要錢 難道我的青春不用錢嗎 如果說 真的要跟你離婚 我一定要要一大筆散養費 到時候 還要請律師 這個律師 老婆 我發誓 我這輩子 絕對不會跟你離婚 好不好 真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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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